蘇迪勒 鳳台在第幾位已經消息三個月 當時跟議官的農村在海比德尉現金救助館市 等到現在還有到鄉頂齊農民 要不然領到救助金 他們發到管理官 占溫町的強烈不完 各議官議員占溫町之出 由於中央制定的申報以及客戶流程 各議官18向頂齊的蘇迪勒 農村現金救助金 應該在九月底就報告農民的後頭 但是到今天為止 只有九個鄉頂齊完成半款 另外有八個鄉頂齊優勒在清款當中 第二部的三鄉 正是優勒在探索 也正是合探當中 太過禮拜了 來 我們這八月十三到八月二十四 這是你給我的資料 螢幕上你給我的資料 到上個星期 這十一月五號的時候 各個公所辦理的情形 已經有破款的 有九個鄉鎮 幫我給農糧署的 我們還有幾個鄉鎮沒有理到 環路 泰國 東京 陸草 明雄 新港 大南 中邦 這還沒辦法下來 而且 還有一個公所 每三鄉 他還在探索還是在探索 八月八號 蘇迪勒台風發生 到現在 已經超過三個月了 他們還在勘察 選舉快到有關係 口水揭入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 災損的申報 事實上都有一定的SOB嘛 那如果說中間真的有 真的有一些違法式的情形 那我也很建議說 是不是也可以請 有質疑的部分可以交警調示範的調查 那個處長也願意接受警諒 當然 如果有任何行政在做 我們也願意接受懲罰 可是這個部分 我要問一下我們同仁講話 其實 從庭災開始 其實我看到我們那個同仁 其實兩三個禮拜 沒有週末 週日 其實都是 到晚上到八九點 所以 也有議員問說 欸 我們 有人在電話怎麼做 說真的 我在康庭那些無語的家 電話等到他 有人在那裡 因為要再跟所有公所人的 要再跟廣告數人的 所以這就是 沒有 要再接受懲罰 農業主張能量不強調 因為農順新部有一定的流停 管護必須要按照流停辦理 並且沒有收拾 管議員何主帆建議 為了查明是當一個款式出問題 建設有檢調單位調查 是不是有說指定案實質 並且追求接任 謝金新聞 張大臣 和議員蔡公布等